名校女,50元元交,报复爸爸,没收手机 北市一名16岁名校高二女生 竟为报复爸爸不准上网而po网元交 她日前骗同学遭5名网友轮报 校方得知后,通知家长并报警 意外查出她说谎 原来暑假期间,她在网站爱情公寓po文元交 她对警方说家里没电脑,父亲又没收她手机 为了筹钱上网交友和买手机卡 就上网po文元交,谎称自己18岁 并强调只做半套 她穿校服提六男口交,每次拿50到100元 还惨被最后一位客人性侵得逞 该名嫖客否认性侵,公称是花200元元交 但少女未成年,训后仍依妨害性自主罪嫌送办 少女也被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和诬告罪嫌韩送法办 警方将持续追查另五名元交男子的相关对责 校方透露少女患有类似 躁郁或忧郁症的精神疾病 目前住院治疗中 动新闻台北报导